日光二十年 江二七青年觀衍樂團 仲夏音樂營 在近過七天上東密集的演奏八分之後 在十三日報在文化局音樂聽 基本兩項的新歌音樂會 江二七副市長大衆府特別代表市長吳明輝高中 來欣賞領聽 當時感謝所有音樂大師到一台辛苦的志得 第一項演奏是氣勢十九位百人音樂會 在今晚這是各種現實的新來人走行的經典演奏 日光二十年江二七青年觀衍樂團 仲夏音樂營新歌音樂會 以音樂錄影作為主題 透過世界各國基督代表性的樂趣演奏 一首接一首 為母長的臉中帶來一項豐富的藝文香 江二七副市長大衆府特別代表市長吳明輝高中 感謝大家的富士合佩合 讓這項音樂會能完喚完整 今日的成果發表 我們非常的崗佩團員們 非常用心的即興 能夠成就今日的仲夏音樂會 那麼青年管弦樂團 也是我們嘉義四很有特色的 三十年成就的我們的管樂節 每一年舉辦的管樂成就 那麼我們從108年青年管弦樂團 以這個集訓式的我們的團員組成 那麼這兩三年來成果飛環代表嘉義四到各地去演奏 那麼分享全國的民眾甚至到國際能夠分享我們嘉義四的音樂的特色跟美妙 那麼今日的成果發表我們希望各界愛好音樂的好朋友們共襄盛舉 為這好在地的音樂青年 演奏對著音樂的喜愛和設置 從108年開始 江義四青年管弦樂團 在行新衛未接受的音樂項團 要請到國內各大樂團的修飾和大師族 正式站上站的舞台演出 今年的仲夏音樂營 經過一禮拜的未接婚 但現時團員對著音樂的設置合格式 水星新聞 杜丁孫翁先生 剛以期 彩虹波兜 2022夏至藝術節 串聯四線式共同策劃 以音樂遊記為核心 規劃八大主題總共60場高品質演出 最精彩的開幕就在嘉義市文化廣場 管樂與人文的融合 是社區表演藝術團隊的典範 創造出嘉義市管樂城市人文之度的光榮前景 透過音樂勾勒俯成數百年的人文風景 傳遞台南土地的芬芳與感動 傳統 創新 多元的演出風格 運用不同的打擊樂器 呈現雲林人藝術與創意的大結合 樂團加上熱鬧的非洲鼓與舞蹈 貼近台灣的演出方式 展現嘉義縣西班子 對創作一貫的執著與熱愛 2022夏至藝術節音樂遊記 我們不見不散 從北京這裏就在愛炎 來拍攝